大型真人秀节目《旋风孝子》第五期节目即将播出 然而节目中明星嘉宾鲍贝尔竟然突然紧急被推进了手术室 医生告知的情况更是让鲍妈大惊失色 崩溃落泪 据悉 在前几期节目中 鲍妈妈就多次催促儿子到医院检查身体 这让不少网友猜测是否鲍贝尔健康状况不佳 而本周 节目录制期间 鲍贝尔真的在摄像机前完成了一台手术 这也是国内真人秀节目首次曝光明星手术过程 虽然手术前的鲍贝尔情绪焦躁 但仍然为了是选择全麻还是半麻和鲍妈终止不下 略带逆反情绪的她甚至放话 半麻我就不做了 护士鲍妈妈被迫接受了她的要求 签下了责任书 虽然采用了全身麻醉 但鲍贝尔仍然非常紧张 一次次和护士确认 打上麻醉会睡着吗 很快吗 鲍妈在手术室外也十分焦虑 一会儿来回得步 一会儿侧耳倾听手术室内的声音 而医生在手术中途 更告知了包妈妈一个严重的突发状况 让一向开朗乐观的她当场惊呆 崩溃落泪 事后进入采访时 她整个显憔悴 医生当时告诉我必须摘除 做母亲的心都碎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